大家好,我是Q毛 今天又到了Q毛卡後欄的時間 不過先要說一些事情 首先還是要講到先說對不起 當然Q毛有時候也有跟大家說 如果有什麼地方不對的或不足的 請大家告訴我 而我最近剛好在放一個關於蛋甲 你們要不要流氣來做一個 那時候我做一個短片 我有做一個短片 大概只有八分鐘而已 八分鐘的短片 那後來又因為有人剛好又在聊說 阿到底 他說他的嘴噴掉了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就突然想到這時候 是不是好像也有提到 關於那個蛋甲要不要流氣 好像是講這個吧 那因為後來有人就是說 其實實際上來說是 他當然也有另外在跟Q毛講 他有留言給Q毛 那我也覺得那都很好的建議 然後就覺得好像也蠻有道理的 那當然就是說有所謂做實驗的部分 那我覺得也是應該 因為畢竟來說 為什麼Q毛有時候會說 阿放跟不放 其實Q毛有時候是比較 因為畢竟來說嘛 彈甲就是一種消耗品 對 那反正怕癮嘛 對不對就不會啊 那當然就是說有時候會 老氣 當然大家會覺得比較心煩 幹嘛的 那Q毛也在這邊先跟大家講 對不起就是說 其實他也有很多道理在裡面 那我也許也就講得太 不要說太一段了 就是說 基本上來說 彈甲是應該要流點氣在裡面 而不是Q毛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也回去看我自己的影片 就是說 因為我說阿放掉也沒有關係 那但事實上來說 好像是 流點氣在裡面 會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 當然 像 Q毛現在 這顆有氣啦 有蠻多的東西 我是比較偏向就是說 有時候就放掉了 或者是有時候就是 有氣就丟著 隨便anyway 反正 就像有些人講的 氣標太多就好 那 呃 但 Q毛一個實事求是就是說 對 其實基本上來說 他有告訴我 就是說今天比較 與其去煩惱 這個裡面的這個 這個氣閥啊 的歐環啊 可能會 因為有壓力 讓它損壞的啊 倒不如去擔心 它其他一些接合點 我覺得這也蠻有道理的 啊 但是呢 基本上來說呢 Q毛在未來 就是也會試著 因為他給Q毛一個很好的方向 就是說 下次我們也可以來 例如說 呃 例如說 GHK啊 或者KSC啊 或者是 呃 其他牌子 如果Q毛剛好有這個槍劑 或者是 想到 那我們就來一個 Q毛就把兩個蛋夾拿來新買的 齁 那 那 呃 放在一個箱子裡 我貼個封條 然後 把兩個蛋夾 一個有關係 一個沒關係 放進去 之後過個一陣子 之後 我們再來 再來開箱 來看是不是漏氣 這樣子 Q毛我覺得 我 我不是要去說 喔 其實不會 或怎麼樣 那不管我們只是做個實驗 OK 但Q毛還是要跟大家說 呃 不好意思 就是 Q毛有時候真的會嚇得比較武斷一點 齁 對 好對不起不好意思 好這是第一點 好那第二點啦齁 呃 也算是Q毛要來回答一個問題 齁 就是說關於這個 我寫一個字就好了 好不好 來 這集 G 齁 G 齁 G級走的G 齁 那G級 G級也就是很簡單 一定會提到什麼 所謂的 呃 呃 例如說 比較一些以前啦 就是因為我剛好最近有個小朋友 有個帥哥 不是小朋友 帥哥 反正應該都沒有年輕 就是問說 那他就問了那一把 叫做AWS還是AWP 我忘記了 就是怪怪也有出 馬路也有出 就是那一把以前 我們在打 反正我槍行記不太清楚啦 就是我們以前CS在打那支狙擊槍 因為很多人對於G級 G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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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太在我的口音 狙擊 G級隨便聽得懂就好 對G級都會一直想在 就是 就是在CS 大家就是以前打CS 永遠都記得打CS 然後要記得哈 右鍵 右鍵開狙擊鏡 我們可以跳G 還可以蹲著G 那 這個真的是多好的東西 OK 那但事實上來說呢 當然就是後來也有問到一些就是 QMO就是盡量去解答 就是盡量 他問說 啊 什麼樣的槍型 然後是不是做一個預算 然後我要花多少錢 要去買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龐大 很龐大這個東西 那但是為什麼QMO今天會放在卡歐蘭這邊講 就是 其實今天不是要 要來做個教學 而是 講一個大概的一個觀念 大概的觀念 我們就講前談好了 前談 好不好 就是聊聊 為什麼聊聊呢 因為QMO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做一個G級特輯 我一定會去找人 然後甚至做很多資料 因為這樣子才 才能夠 這樣子才齊全嘛 而不是只是QMO的經驗 QMO說出來 QMO自己也有狙擊槍 我也有幾把狙擊槍 但是 我本身就不是專門玩G級的玩家 我其實不太喜歡G級 對 但 G級可能又分 你要遠距離G級 或是中距離G級 等等 有的沒有的 但是我覺得 不要把它想那麼多 而是 我現在只是給大家一個 一個前談 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實際上的G級 實際上的G級 真槍的G級 基本上來說 差不多要到三四百米以上 甚至一般的精準步槍 精準步槍 套上所謂的瞄具 不管它幾倍近 除非是近距離作戰的那種 紅點 喔對 我有一集 過一陣子我 應該來做 應該來做瞄具 對 光學瞄具 或者是一般的瞄具 好 把它稍微講一下 那 基本上來說 以真槍來論 都是兩三百米開完 OK 但是我們要拉回來 我們的一個目前來說 其實我們的正常 正常 玩具槍的焦段距離 大概都在 大概都在 十到 十到 現在因為細密做得更好 我覺得Q模式認為是 十到五十這個區間 十到五十這個區間 當然啦 也有人說 我以前拍到六十 七十 八十 七十米 六十米 八十米 Anyway 我是覺得說 我們取一個平均 大概落在這邊 就是為什麼十 十就是這個最低線 十甚至 步槍都不能開的 甚至有些他們會去規定 你狙擊槍 你甚至不能低於三十 三十以內 你都不能開槍 那 回過頭來講 那 所謂你的狙擊 跟 跟 你的狙擊 跟不狙擊 的點差在哪裡 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狙擊是一種 好啦 不是最近 在人家看什麼 什麼 要什麼態度啊 什麼 中國嘻哈 殺小 有的沒有的 OK 我覺得那是一個 你 就像 你今天狙擊 你總不能說 哈哈 我今天一個場地 叢林 眾生一百米 眾生一百米 啊我今天就是 站在一百米開外 然後你只要往前進 進到我設計範圍 我就大啦啦啦的這樣子 嘿 拉一打一的在打你 對 這樣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這在 合乎 規定的範圍內 那 但這樣子 你就 失去了那種 所謂當一個狙擊手的樂趣 因為我以前其實也認識蠻多 不管以前 隊員還是後來 在玩狙擊手 甚至大家可以去查 去查 就是那個 嗯 有個外國人嘛 他算是放很多 那個攝影機嘛 N開頭的 N什麼的 反正有時候 有時候有看他的影片 有時候 那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 他的裡面的一些動作 當然有時候他場地比較大的時候 場地比較小的時候 他當然有時候會被對方看到 但其實實際上來說 他都是位於一個 你看不到我 我看得到你 然後在我的攻擊範圍內 我會先把自己的眼臂做好 我會先把我自己的眼臂做好 而不是像一般 如果我是腹槍手 我今天我一定會逼近到 二十米至三十米 中間 如果我想跟你撥火的話 你會看得到 當然我也可以試著慢慢慢慢的推進 靠眼臂路靠近你 那 但狙擊手今天 我是可以利用我這段距離 比較長的距離 然後把我自己的眼閉好 不管是在那邊等你 還是我可以慢慢慢慢的移動 在你的距離開外 也許那麼遠 你沒有辦法看得到我 然後找尋我最佳的攻擊點 然後去攻擊你 我覺得這樣子 甚至很多人其實都是 比較走這種模式的 當然啦 什麼樣式的狙擊都有 也有那種就是 OK Anyway我就拿一把電槍 然後爆改改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大概啦隨便 我都講個大概 大家不要 呃 不是 不是說任何人 然後 你今天 然後槍碗加場 然後就說 欸我這邊是電鞠 然後我就 啊 就改單發 甚至有了我看過更過分的是 連發 然後一把 然後我就說 我今天來比賽 然後跟你們玩 然後我就把是電鞠 電動狙擊槍 然後打自己 每一把就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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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他也不太需要躲 然後穿著就跟一般的步槍兵 沒什麼兩樣 然後也沒有什麼迷彩啊 也沒有什麼遮蔽啊 幹嘛 然後圓圓的就是噓噓噓噓噓噓 這樣子 然後每一把都超遠超遠超遠的 呵呵 對啊 當然啦 玩的一定是很爽 你看 我看的到你 我打得到你 你都打不到我 那 這也是可以 但只是就是說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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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這就有點 跳痛 有點跳痛 對不對 那那那那這就不叫狙擊了嘛 這叫做你就是拿一把 很強很強的槍在 在場上打 對不對 呵呵 那QMO最狙擊的概念是這 我我還講一個 我還講一個之前Q摸發生那麼久了 我印象超深刻,就是跟我以前的隊員在玩 我們兩個拆分隊 然後我今天就在叢林裡面搜尋 那是一個類似小山坡 然後有點類似一個像一個小山坡 像一個小山坡 像小山坡 我人大概就是這樣子 往這個方向去搜尋 然後 這地上有一團草 其實旁邊也有一些草叢 但是我完全都不在意 我完全不在意,我就繼續搜尋 然後慢慢走,一步一步走 因為太大聲我們就會被發現 感情下次Q摸會拍音樂上是沒有拍到 關於如果今天在叢林 有一些比較容易吵雜的聲音 我們在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作為 OK,那我們繼續 然後如果我往前走之後呢 結果 我 繼續走 我走到這裡 我越過那個草堆了 越過那個草堆了 然後就是我突然聽到 你們跟我說 Q摸 Q摸 然後我那時候就 問號加驚嘆號啊 嚇死我了 靠大白天的什麼狀況 這樣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後來 才看到這一團草 分出一隻手 然後他手上抓一把槍 Q摸 然後我才看到 靠 我從他旁邊走過去 大家很想說 Q摸 你這看電影看太多了 哪有這種事情 有有有 他真的用一張偽裝網 這真的是出來 因為 你的視野不夠那麼大 而且你在踩的時候 而且我還踩到他的手 我一點都沒有感覺 他說 你剛剛有踩到我 我說 靠我怎麼沒有感覺 對 所以 其實完成這樣子也是挺有趣的 就是Q摸 以前預購真的 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狙擊手真的 所以你看嘛 狙擊手才會有所謂的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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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就是上面都是草啊 毛啊什麼鬼東西的 一大堆的 對 他要看能玩 真的看能玩 但是也不是說你今天 我知道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新手 也許今天他上個幾次場 然後也許他看到的那種狙擊手 在打他同一隊的時候 看到他發現狙擊手是這樣子 一發這樣 哇 好像 很準這樣再打 哇好帥 好像 你看 你就是能夠比別人更遠 然後就開始攻擊對方 然後這樣子 哇 我們以正常狀態來說 拉一打一的 一般狙擊分三種嘛 對不對 電動的就不要講了 一種是拉空氣的 一種是拉瓦斯的 對不對 那這個改天我們再來想談 再講個更細 只不過 你今天假設你是拉空氣的人 就是 哇 噗 噗 這樣子打 哇一發一發這樣子 然後對方 然後你就這時候又看我聽到對方 啊這把 哇 你就說哇 幹狙擊好帥喔 我也想要玩玩看 其實實在說 QMO有那種時期 很多人都有那種時期 但是 根據QMO的了解 問了很多人 就是 即便有在打狙擊的 甚至是QMO自己也有那種感覺 就是 你今天玩狙擊的人 我們就隨便聊嘛 好不好隨便聊 一定 一定 你只要有玩的 你現在一定在點頭 我講這段話 你一定在點頭 事實上來說 打到最多 賴皮打不死的 就是 狙擊手打到對方 然後對方 不care的 賴皮的 尤其 尤其狙擊手最多 甚至是很多狙擊手 為什麼打到最多 覺得很難 甚至想要改更強 或者是我能夠連發 或者是 我乾脆就不打 還是 有些就是更極端 我馬的圓圓打不死你 我定死你 我就近距離 然後拿著自己 近距離武器再去幹你 這樣子 真的 因為為什麼 你很清楚的 在你的 你的鏡子裡面 看到他 你也看到你自己的 BB站飛過去 你也看到BB站 倒到對方 你也看到對方 就 就 但是他沒有陣亡 他沒有陣亡 他沒有死 OK 這我相信是很多狙擊手 狙擊手 常常會遇到的 不過為什麼嘛 Q摸也曾經 也曾經遇過 有人跑來跟Q摸說 欸Q摸欸 我剛才狙擊有打到你 我就說 我不知道 我沒什麼感覺 都被人家一直 那個直在一直掛欸 啊 我不知道是跳台還是什麼東西的 有的沒有的 有兩種講法 有一種就是 如果今天Q摸就單一 被你打到 我賴我真的是 太過分了 太多被擊中了 我也不曉得 啊 那時候正在講 我其實當下 我們就是應該跟他 喔對不起 我真的沒有感覺 事實上來說 一種是有意 一種是無意 OK 好嗎 所以其實實際上來說 狙擊手 各位 如果你未來想要當個狙擊手 或者是你已經是狙擊手了 你真的要去 得要去理解到 你不見得打到他 他就一定會認 甚至你可以去看嘛 你可以看那種 看那個恩開頭的那個外國人 他甚至裡面很多影片 他其實打了一發 打出去 他實際上打到 對方有反應 那 對方 哪來的 然後再補第二槍 哪來的 甚至有很多要補到很多槍 他才願意出來 OK 所以我真認為 如果你今天要選擇 狙擊這條是你的路 我認為在你的槍 不管是你的槍 要多強 多準 多強 多準 還是打得多遠 還是多怎麼樣 都要先讓你自己 要有一個心態 就是說 我今天打到人 我只要自己知道 這樣子就好了 那你是最好耶 真的 因為我聽到後來很多人的答案 就是千奇百怪 但是其實 聽起來就是 我知道我有擊中他 我知道 他有去我打 這樣就好了 我也可能會對他補槍 也許不會 挖不出來 無所謂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真正命中他 而我打到他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在哪裡 這就是 他們說 這就是狙擊手 最開心的一刻 雖然有時候也會很做壞 但是 當你遠距離擊中他 他連子彈從哪裡來 搞不清楚的時候 這才是他們 然後被擊中 不管死不死 我今天都打出 一槍有效的 一槍有效的 對 那 狙擊槍的部分 QMO還會再做更多更多的資料 然後 因為那天剛好那個帥哥有問到 怎麼樣是高階的 低階的 中階的 然後 是哪幾個牌子 打到我的手會快斷掉 那我也不見得說 我講的一定全對 那只是就是說 針對QMO自己的一點建議 因為畢竟 如果今天以狙擊槍 狙擊槍來說的話 其實Range已經說得很小 他不像現在 在市面上的電槍 氣槍 GPP GPP R 就是 瓦斯氣動Blockback的 唐槍 有那麼多 可以讓你去選擇 拉一打一的狙擊槍 往往就是這麼多 往往就是這麼多 OK 那 所以下次有機會 還會再幫大家做一個特輯 特輯 特輯 好不好 那因為 因為今天是卡好人 所以我不會卡卡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好 當然剛才講完了 再稍微回答一個問題 然後 QMO還講今天的主題 OK 主題 我稍微看一下 不要講我 還好講幾分鐘 我們今天講今天的主題 QMO為什麼今天卡好人 前面那個是一定的 既定有時候會回答一下 我們今天就卡好人回答 今天就是 好啦 我等一下也會把那個東西放在 我雖然很不想把那個東西放在 我放連結好了 我放連結好了 就是 Youtube 然後有人 就是 就是 他就在一個推薦 看 因為我有時候會看一些 國外的一些軍武啊 因為其實QMO不只是今天喜歡玩生存遊戲 QMO還 因為畢竟我們當過軍人 雖然說我不是像很多職業軍人 我也 不會說 喔 職業軍人 我們畢竟不是職業軍人 但是我們也曾經 在我們一起 去 去 在國家服務 好不好 隨小 那後來之後 反倒出來之後 反倒還會很想要去在意這些東西 再加上 我們自己有在玩牆 那有時候人家也會去問 所以 慢慢漸漸的就會有自己 想要去了解這些東西 那好好好拉回來 那是 為什麼QMO會看到那個 然後之後會有感合法 記得 還記得 今年吧 還是去年年底 忘記了 不是中國大陸嗎 閱兵嗎 哇靠 那個 多少人在那邊講 對不對 好 這是他們又來新東西了 照理來說 照理來說 因為他們說現在又要更堅 就是讓很多人不能翻牆 那幹為什麼他們這個東西可以放在YouTube 我也搞不懂 隨便 反正他們上面講的就算了 就是指他們的八一軍 八一軍就是指他們的解放軍 解放軍好像叫什麼 PLA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記得他們的解放軍叫PLA 那個people 然後解放是livery 然後army的樣子 好像解放 是這樣子 忘記了 人民解放軍的樣子 他們就是八一軍嘛 對不對 他們有個星星這樣子 ok 好 那當然啦 少不了的就是歌功頌德 不過他們是真的就是把他們的 把他們的各部隊 全部都拉出來 一一拍 拍完之後 人家屌到爆炸還翻天 還給你用英文 英文之後中英對照 也就是英文給外國人看 然後中文的人就給自己人看 順便給台灣人看 或者是旁邊認識中文 那你不認識中文沒關係 聽英文 好不好 那你聽英文中文都沒關係 幹你又看裡面 看我們有多少 船啊 人啊 炮啊 然後在那邊講 把他們的陸軍啊 海軍啊 空軍啊 炮兵 飛火箭什麼 死人骨頭 通通都推出來 一段一段給你講完 那個 那一個短片 那個影片還不短 還不短 Q摸真的把他看完 然後真的齁 唉 就想到一個議題 以前啦 老是有人問啦 Q摸你覺得我們打不打 打個屁啊 如果現在有人跟我說 跟中國大陸打誰會贏 我跟你講 那還要說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 再倒回一個五六十年 那還不一定 我們那時候有多少 我們那時候有多少 多少兵力 我們那時候一百萬兵力 一百萬一後面掛兩個人 然後後面一萬 一萬 一萬 多少 多少 開玩笑 一百萬軍真的不是開玩笑 齁 為什麼 來 Q摸為了要讓大家知道 Q摸還特別去拉的資料 雖然說這是2016年 OK 我們來看齁 現在目前全世界 最多人的兵力 是誰 在這裡 最多人的兵力 是兩千 三百 兩百三十萬大軍 兩百三十萬大的大軍 分五個軍區 然後他好像拆八十一個軍吧 好 也許有些人不知道 下次Q摸有空我們來聊這個 一個軍 一個軍幾個師啊 一個軍大概等於一個師吧 忘記了嗎 一個軍很大就對了 然後他們有 兩百三十萬軍 耶 兩百三十萬的軍人耶 分佈在各部隊 OK 那 第二名是美國一百四十萬 前四名都破一百萬 印度也一百三十幾萬 然後朝鮮 朝鮮 朝鮮不是難談喔 朝鮮是 金胖子 軍政人 拼刀耶 他們有一百一十幾萬 幹 然後他最誇張的是 他們的預備役有五百萬 你腦死人 你就所有他媽壯定都是你的兵就對了 我們這樣先不要講 所以你看一百萬軍 一百萬軍你就可以在世界排前四名 你看一百萬軍很囂張 但告訴各位 20160 我們台灣剩多少 我告訴你 我們剩兩百 二十一萬五千人 二十一萬五千人 然後我們的預備役 預備役好不好 預備役 各位預備役你好 替代語不算 預備役 預備役說我一百六十幾萬 幹你腦死 那你一樣是拉撞的兵嘛 對不對 哇 對 那我們一個民主自由國家 然後跟 跟朝鮮那種該死的共產 造成國家 那搞一模一樣的鬼東西 然後隨便 我這樣講一句過分的 我今天不是要故意去抨擊國軍 而是 你在照面上 就很清楚了解 一個兩百三十萬 一個二十幾萬 那個兵力是我們的十一倍多 十一倍多 十一倍多 對很多人之前 那時候前一陣子 不是有新聞 然後那時候大家還高潮 說 我們的綜合軍力 排在十幾 然後屌了 我們還可以屌打菲律賓殺小 有的沒有的 我相信阿 我們的船比菲律賓大隻的 什麼有的沒有的 甚至我們的空軍 搞不好你算一算 我們也有一定的戰力 我們也可以去欺負其他小國 對不對 那幹為什麼每次彈好像 那屌辣勒 林老師 那屌辣勒 那屌辣勒 意思就是說 馬人我們只要做一個動作 就好像很怕說 幹人的來幫你選 美鳳 你這樣他也不行 然後中國大陸就說 齁你現在要搞什麼鬼 三小 有時候我真的是 超搞不懂 然後 每次 要是有人跟Q毛聊到這個 然後就會覺得 就很多人 真的蠻多人就會覺得 Q毛你這樣太激進 現在世界和平 不需要打仗 那我問你 現在中東那邊打的是什麼仗 菲律賓現在是怎麼樣 今天好像才剛被人家開槍 總統 他這個總統 不是說幹 我要殺死毒販那個傢伙 今天就被人家開了 只是因為他車子擋住而已 你跟我說 不會有戰爭 那如果今天 不會有戰爭 幹 那為什麼 要那麼多人當軍人 幹為什麼要那麼多真槍 大家打玩具槍就好啊 PP彈打到不會死 這樣不是很開心 如果就像中國大陸一樣 打水槍 還是打那個什麼 那個小朋友那個軟軟打出來 痛喔 不會痛那種 大家玩那個就好了 打到就死了 我們今天就讓他比 不要打 我們不要打 真的打到死了會痛 不要不要不要打 那大家這樣就好了啊 但是喔 然後很多人就 然後有些人就會跟Q毛 就說Q毛沒有啦 那個 像美國啊 或是什麼 他們要當世界警察 總要有人出來啊 微乎正義和平殺小 你狗屁啊 雖然說我們生存玩家 很多人玩的都是美軍裝備 但實際上告訴各位 OK 雖然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啦 中華民主國還沒改國號 也許在之前 甚至 比如說在當兵的時候 就是跟中國道路 我們是敵對的 然後美國是屬於 好像是我們這一方在幫助你 其實美國也只是在利用你而已 罵了 每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個體 實際上來說 在地球這塊土地上 大家都說地球村 這個阿伯 就是死人 叫你這個小孩 把你當棋子 你是我下面的人 你要幫我堵住他 對 你看著那個傢伙 那個傢伙蠻大隻的 那我出來 記得告訴我 我來處理一下 他們靠什麼 幹不是靠拳頭要幫他靠什麼 不是靠槍要幫他靠什麼 靠 然後總是會有人就是說 沒有阿 只是大家現在是武力恐嚇阿 那好 武力恐嚇說得好 武力恐嚇我們來講 武力最極端的恐嚇是什麼 核震設 為什麼我今天還會有那麼大的感想 就是因為今天中國大陸 他拍這部影片 也許很多人沒有看到他的重點 他今天在其中一段 特別的一大段 專門著重於在什麼 就是在所謂的他們的火箭軍 火箭就是他們打飛彈的 OK 飛彈他們稱火箭 跟大家用法不一樣 不管 他們很清楚的表明 他們是有核打擊能力 核打擊能力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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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維和就好玩 今天只要你是UN 你要是聯合國裡面的議員 你都有,你都可以出兵去維和 去維和部隊 去世界各地維護和平 好像正義超人一樣 那裡面有沒有什麼利益啊什麼的 或者是真的出自善心去維和 OK, anyway 但今天有這麼資格的是中國大陸 不是台灣 就是因為我們他媽的沒有在聯合國裡面 連板凳都沒有 連板凳都沒有 那沒有辦法,這就是現況 阿Q不要再去在那邊噴什麼有的沒有的 這就是現況啊 人家的部隊跟外國演訓 現在連跟美國大家都可以在那邊演訓 他們跟自己最大的敵人在演訓 對啊 大家 都在進步 我們就在踏步 這樣而已 好 回過頭我們來講核政策 為什麼Q摸會很想講這個 之前大家都說 幹起之後 台灣又有核彈 後來做了那個啊 什麼逃去啊 幹嘛有的沒有的啊 幹我還想測那個王八咧 什麼叫做今天不做核彈 然後對台灣特別好 你知道嗎 現在全世界最多核彈的就是美國 就是美國阿 就是美國 他的核武器 他的核武器 這邊是沒有寫幾顆 因為我記得有另外有一個專門介紹幾顆的 不管 他的核武器的配置 他的核武器的配置的人 他就配了多少 七萬多人 你就看他他有多少核武器 俄羅斯也不少阿 俄羅斯也配了八萬多阿 但你要看喔 俄羅斯在綜合的軍力上來說 俄羅斯的軍力不高 俄羅斯沒有那麼多軍力 俄羅斯只排到第幾 只排到二四五 排第五名他只有八十萬大軍 幹誰敢動他阿 俄羅斯你不會給你吃核彈喔 那不是 那全世界核彈最多是誰 第一名美國 他也很美國阿 第二名俄羅斯 第三名你一定猜不到 第三名是法國 第三名是歐洲的法國 法國 請大家搞清楚是法國 跟一些其他的歐洲國 再來才排到印度 印度有 北韓就是那幾顆 大概十顆以內 巴基斯坦人家中東也有 巴基斯坦國家很大嗎 北韓很大嗎 人家不願意動他們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拳頭 幹都怕怕麻煩 然後只要有人阿 只要有人 大家就當作聽聽 動作今天Q摩卡歐蘭是啼笑 所以今天的卡歐蘭前面要寫啼笑 就覺得Q摩蘭太偏激阿 他把核彈這樣子反倒人家後來打我 幹就是他把核彈放了 他們才不敢打 為什麼 今天大家都不想打 但是你在打之前 你要評估一下對方有什麼東西 你要扳手把你會看 他拿一根根 你會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操跟掃把 還是操跟棍子 要不然幹 等下打起來一定吃虧 對不對 那問題你今天討論 你今天你操討的一個人 他今天王家要手把 不管任何道理 你拿一根把他打 他刺走空拳 你老實力已經折了阿 但如果今天對方 他也拿一根把他打 那你也很會思考一下 想說 那怎麼打 還是說乾脆 我們再聊聊 我們再參考一下好不好 我們再講 我們到底發生什麼誤會 你今天沒有跟人家相同的武力 那你就是 你就是被人家壓著扁 壓著打 人家怎麼講 你就是怎麼做嘛 對不對 那對啊 但是也有人 有沒有朋友跟我聊 你看其他國家也沒有阿 像什麼埃及阿 巴西阿 印尼阿 泰國阿 幹 他們那邊是有在打仗是不是阿 他們最多就是一些毒販阿 什麼殺人西洋不逃的 他們的對方 他們的敵人 會拿核彈出來轟他老師嗎 不會 幹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他總共有排了兩萬多的 軍力 在處理他的核彈 最起碼人家有一定量阿 也有一定量阿 不是 不是 兩萬多是二十幾萬阿 二十幾萬軍 在顧核彈 對不對 他也打得來阿 那你說 那你說今天我們台灣 為什麼不能有核彈 好 就算沒有核彈好了 我們也要看看我們的飛彈 事實上來說 經過上市的東風三號 打到那邊 對方也緊張 很多人說要買 Anyway一回事 我們已經有打超過 水溝蓋的能力了 我們已經有辦法打超過水溝蓋的能力了 我們在這裡 OK 我們有辦法打超過水溝蓋了 然後 我們的 我們不是說我們國軍阿 國軍不負責決策 好不好 國軍負責作戰 作戰 作戰 很重要講三次作戰 命運來作戰就對了 以前就是這樣 現在我覺得也應該就是這樣子 OK 好不好 不要有些人都還是跟Q摸有時候會聊 阿現在咕咕這麼爛 把我連飛彈都打不出去 我別說 但是如果打個十顆 能過一顆吧 打個一百顆 總十顆會叮噹吧 對不對 總是有個震懾力 而不是今天只擺在那邊 然後人家一直指你 哈哈哈哈 不會動 不會動 然後我們自己人又要拆自己的台 哈哈哈哈 我們國軍好爛 哈哈哈哈 林老師 你的手阿 拿來扁人的手阿 結果你肚子自己包起來 齁 包起來 放在後面 然後還笑他 哈哈哈哈 你怎麼那麼爛 哈哈哈哈 阿扁人打你就用連接 你就用連接 幹來啊 趴 你就用連接 對嘛 你怎麼把自己的手拿到 你能打手槍都不行 尬 這就是最莫名其妙的地方 OK 我們不要自費武功 雖然國軍也有很多肉食 但是 軍隊 軍人是 你國家最後的一道防線 我們今天不是在很和平的環境內 你不要忘記了 他媽的對面那個傢伙還告訴你 如果 有任何內戰情勢 還是我們認為 你要打破一個中國的這個條約 這個框框下 我跟你講 我們會要攻擊你 是看我們要不要 我們只是不想了太多錢扁你而已 要不然我可以打你 就是這個意思 人家就害你了 然後你還就 對不起 你只能喘而已 幹 為什麼不能大家好好講 做下來講 大家都一樣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一個嘴巴 他耳朵有頭有腦袋的 四隻手 正正常常的 大家都是人 撇除國家機器 為什麼不能坐下來談 因為他覺得他不需要跟你談 你們要滾頭 米大 我跟你談什麼 我就跟你喊就好了 那你覺得台灣還需不需要軍 需不需要核彈 也許有些人說 QM真的太誇張 不需要核彈 對啦 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把所有核能發電廠炸掉 我跟你講 那都開玩笑 朋友跟我說 那我們炸核能發電廠 核能發電廠 那一塊超厚的 我曾經去六親 好不好 那不是說你要撞就撞開開 撞開開那個 就叫人來轟炸 出貴氣 好不好 那他幹嘛要轟炸核電廠 轟炸你軍事設置就好 轟炸你核電廠 打個打他 對不對 我們的飛彈也可以 台灣最大的軍力指標 其實是在飛彈上面 我們的飛彈量真的 也不是開玩笑的 他對我們兩千多顆 幹我們最起碼有一千 一千 一千 阿不然一千最多什麼五百在圖 對不對 台灣兩千三百萬 也許Q摸這樣講 有些人會覺得Q摸這樣太天氣 我們有兩千三百萬 我們有兩千三百萬 我們就兩千三百萬 你知道我們的隔壁 一個沿海 一個上海 上海就快一千萬人了啦 如果沒記錯 我如果記錯請他要糾正 好不管 如果講這樣子的話 也許 太 靠 就廣州 廈門 上海 整個這個下來 我們這邊 這個沿浪這邊 叉叉叉叉叉叉叉 幹這邊人多不多喔 你不要跟我說這邊人不多 你既然打過來 我們滅友 打過去你是不是死更多 當然 打仗盡量不要迫及老百姓 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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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用全世界有哪個戰爭 即便現在美軍都說 喔我們打得超準 打得超厲害的 幹他們沒有幹到平民嗎 平民沒有很倒楣嗎 平民不是也被打死嗎 對不對 所以Q摸在這邊只是跟大家聊一聊 看了看之後發覺 我轉過頭來來講 他們已經在利用他們的優勢 他們的人口 他們 越來越進步 不只是經濟 軍事上 再加上他們的意識上 在跟全世界發聲 我們 中國大陸現在的軍力就是全世界 我們的兵就是他媽全世界最多 現役的就是他媽最多 要不然你咬我他媽咬我 很多人都說 對阿美國綜合實力比 比中國大陸強啊 對阿廢話麻的 韓國母艦群一層兩層三層四層 誰人比這個他看多少 你知道嗎 美國他的軍事預算 2016年的軍事預算 他總共花了個十百 六千 十億美金 十億美金 他的一個單位是十億美金 好啦不管啦 十億美金各十百千 就是兆 就是一兆美金 全世界的預算就是1.6兆美金 結果光美國 他就花了 0.6兆 也就是六千億美金 在蓋他的軍隊 蓋他的軍隊 他媽的 中國馬他才 馬他才 馬他才 那個兩千 兩千 兩千億而已 阿我們咧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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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九十九億 好不好 九十九億 九十九億也算多 我們也算有錢啦好不好 但是 大家要了解 真的 不是用錢空 不就是用人家吞 戰爭不是長這樣子嗎 不是用錢空 不就是用人家吞 吞到贏你就贏了 大家如果有些人不知道的話 大家有空 趕快可以來聊 不要告訴我 幹那時候 國民黨怎麼被人家幹出來 吼好不好 真的 那 他們真的是在這樣子 在處理這個 然後當然 後來有些朋友也會聊 那Q媽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就是一個小國阿 但小國也不能把自己 雙手自擋 功夫自費 林老師當廢物阿 除非OK 我們離很遠 我們是某小島 偏橫偏遠 那這樣子 和平過日子 我也可以跟你交朋友 搞不好還可以當蜀國 幹嘛 都OK 但是問題是現在 你不能接受我 中國大陸就是不能接受 台灣現在叫中華民國 那又牽扯到一大堆政治 有都沒有的狗幣叨叨 對不對 要不然說實在的 坦白講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你就不要打我們 就把我們當作一個小島國 我們就是一個小島國 我們認清事實吧 我們就是一個小島國 我們就是一個小島國 好好過日子 然後再跟世界接過 阿不就是這樣 大家夾飯吃到飽阿 過了快樂 還可以假買我自己 咬他的東西 對不對 但在這個前提之下 由於現在的全世界的地球村 說什麼世界地球村和平阿 幹 地球村他媽就用拳頭獎阿 幹你老師 你有他媽我想要我就搶你 不是這樣子嗎 不是這樣子嗎 難道不就是這樣子來的嗎 地球的歷史 暫時就是這樣來的阿 我就是想辦法詳盡藉口 不管今天好聽難聽馬的 我就搶你 你有資源我搶你 你有有我搶你 我管你了 反正我就想辦法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要是衝坑布 那不是 地球村真的和平阿 幹你那媽的大大 不就是用槍砍子 用拳頭在講話阿 只是現在要進步用飛彈而已 對不對 那你今天我們要做一個 其實我對你們無害 但你也不能動我阿 你看到了沒有 你看到了沒有 幹 想問我再拿一支一支樓海吧 來阿來阿來阿 來阿 你拿刀子砍我 我可以衝一兩下 這樣子大家才會說阿好吧 那這樣子 我抽你好像不行 我也會受傷阿 那我們來談好了 我們慢慢講 看我們怎麼樣可以講 講出一個對大家都好的方案 是啊 你不武裝自己 你怎麼在這個地球生活下去 到最後你只會被人家吞掉 OK 好 不好意思今天跟大家講了那麼多 那 只是 Q摸了一些 感覺 那當然阿 如果大家呢 有一些想要討論的呢 當然也很歡迎大家 在下面呢 跟 留言阿 跟 Q摸聊阿 這樣子 真的阿 因為卡歐蘭時間就是 有時候就是 Q摸摸卡歐蘭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謝謝